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Jerman 有沒有看到我們今天的背景非常的不一樣喔 沒有錯我們受到康青龍的邀請 要來體驗當一日店員 那康青龍可以說是台灣目前 非常有名的連鎖手搖店 之一喔那夏天到了 炎炎夏日台灣人 就是要喝手搖飲料 那我們今天的任務非常簡單 就要體驗說手搖飲料店 包括了備料 然後怎麼樣子shake搖飲料 然後出他們叫什麼出杯 就是出飲料要怎麼樣子的完成 因為我喝了一輩子的手搖飲料 但是從來沒有自己搖過手搖飲料 所以今天順便就可以來體驗看看 馬上來找店長聊天一下 店長 店長 你今天衝康青龍了嗎 他們最近跟蠟筆小新合作 好可愛 店長就他喔 他要教我是不是 哈囉 我是今天的店長 我是Amber Amber 妳好妳好 所以今天妳會負責教我怎麼樣子的 開始當手搖店店員 對就是我們今天完整的體驗一天 那我們就進去準備吧 喔 店長這是傳說中的內場嗎 對是我們的秘密內場 秘密內場 今天特別公開給酒妹 好 那我們一開始要先體驗什麼 對那就是我們開店前的第一步驟 就是要煮珍珠 喔煮珍珠 今天也特別邀請我們的資深講師 來教酒妹怎麼樣煮好吃的黑白珍珠 喔好好好 哈囉 你好你好 我是秋妹媽 對對對 我是Kai Kai你好 所以妳要教我們怎麼煮珍珠 對 那所以有什麼地方要注意 我們今天比較特別是我們煮的珍珠 其實是黑白珍珠 黑白珍珠 對 那其實珍珠本身它的顏色是白色的 這是最原始的顏色 欸等一下 珍珠原本顏色不是黑色的嗎 沒有 黑色其實是叫到教堂風味的 對 所以白玉珍珠是就是更原味一點的珍珠 對原始的珍珠本身 所以妳大概比例是1比1這樣混嗎 對1比1這樣去做準確 那我們要怎麼煮啊 那其實首先我們是將就是水珠滾 一開始先水在電鍋裡面煮沸 對 然後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一個順時針的攪拌動作 讓它的水流整個是穩定的 然後就開始下珍珠的部分 首先珍珠在下的時候 一定是要將它美麗麗麗的就是都拆開來 才會做一個極快的動作 不會一顆一顆黏在一起 對 這是前面最主要的最關鍵的部分 如果要想試試看呢 好好那我來試試看 有規定說不能下太久嗎 不會就是你要把它完整的順順地下完 好 哇看到現在是 這個白色珍珠跟黑色珍珠混在一起 很像湯圓的感覺 很療癒耶 好 其實你下得非常順手耶 真的嗎 我是新手嗎 天生適合當煮珍珠的男人 就是我了 那我們要繼續再攪拌它嗎 持續攪拌大概30秒 然後已經有一直聞到 這是焦糖的味道 對焦糖本身的味道 所以這樣大概30秒了 對已經可以了 好那我們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做一個等氣的時間 老師這個珍珠已經滾了耶 好療癒喔 那我們要把它封起來嗎 還是 我們現在要先做一個攪拌的動作 這樣 邊邊跟下面的部分把它攪上來 喔 就讓它上下層有點 就是交換一下位置 你要試試看嗎 好 大概要攪多久 大概要8到10下就可以了 喔 8到10下就可以了 那這樣大概攪拌幾次 其實我們中間大概是攪拌了兩個次 兩次 然後 然後 總長大概要讓它沸 就煮滾多久 我們煮滾大概是約20到30分鐘 20到30分鐘 然後兩到三次這樣子 對 好那接下來就交給我 老師我們大概要燜多久 我們接下來大概是燜30分鐘左右 好 那我們就把它燜起 那我們就進入下一個工作站 讓你去煮茶囉 要煮茶了嗎 對 好 那我們就煮茶吧 我們比較特別是我們是用頂鹿來做煮製的動作 嗯 我有聽到聲音 頂鹿最好的方式是在 茶葉在泡製的過程當中 讓氧氣和化整個茶葉部分 帶出茶葉的本身的香甜感 喔 所以這是頂鹿的特色 對 那因為它已經滾了 我們就先做一個 溫度測試的部分 喔 我們還在測一下實際的溫度 其實因為我們每一滴茶它的溫度 測的溫度都不大一樣 嗯 那在整體的風味也是相對的不一樣 嗯 而且剛好100度 對 那我們首先要泡的是什麼茶 我們今天要做的其實是茶王的部分 它是屬於高香烏龍的一種 喔烏龍茶 然後在湯青龍就叫做 青龍茶王 青龍茶王 對 它是屬於半發酵場的部分 那它本身帶一點甘甜味 你給我聞聞看 喔 欸真的耶 有一個甘甜的味道 這個是茶葉本身它的甘甜香氣 嗯 那其實我們的茶葉本身比較特別是 它都是屬於整顆 整片葉子下去做的 嗯 不是碎屑 因為有一些 比較便宜的飲料店 偶爾會看到他們的茶葉都是那種 他們叫什麼邊角料 就是 對 渣渣的那樣子 對 嗯 對 那我們會先將就是 水的部分 做一個攪拌的動作 讓它做一個順時的水流 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就是下茶葉的部分 所以它這個是算好一壺就加一包 對沒有錯 喔 這樣就簡單很多了 然後下完之後 我們一樣做一個攪拌的動作 嗯 攪拌完之後 我們就以計時器的方式來做 計時的部分 嗯 我們都會有一個SOP的流程來做 計時的部分 我們計時所謂的每一個茶 泡製完成之後 還有一個醒茶的動作 我還要再醒它 對 那因為我現在煮的是 茶碗的部分 嗯 那讓你試試看我們煮金萱的部分 喔太好了 我個人最愛就是你們家的金萱 那金萱我要拿哪一包 金萱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在這邊 這傳說中的金萱 真的有金萱的味道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湯青龍的金萱 我個人最覺得 最愛的點是 它除了有金萱的那個茶香之外 它還有一個奶香 對 很特別 就是明明沒有那個牛奶的成分 可是卻有奶香 哇 真的耶 因為我們金萱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是走一個比較熏香一點的味道 它是屬於熏香茶的部分 熏香茶 所以它的整體的奶香 會是比較底特一點 那 我們先把水煮沸 對 我就直接用手把打開來嗎 可能要 我們會先關火的部分 先關火 對 然後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會加 冰塊的部分 然後 瞬時針的攪拌 瞬時針的攪拌 把它讓冰塊都溶掉 對 老師我可以問說 為什麼金萱的水要降溫嗎 因為其實我們在烏龍茶整體的泡製過程當中 它每個品種都不一樣 嗯 會讓整體的溫度是做一個區隔的 讓它的最好的風味是散發的比較完整 了解 那一樣要測水 對 我們要測一個水溫 好我們來測一下水溫 目前溫度在 發瘋 左右 我們大概降到 發瘋的時候 就可以下我們的金萱炒 所以我們要再等它還是再加一點油 我們大概再找個幾下 它的溫度馬上就會將下來 就將了 就會降下來 那我來測 很精準耶 要求到 發瘋度 喔由現在降到發瘋 已經可以下了吧 好 然後我們就把整包的金軒放下去 放進去之後就直接蓋著讓它 它會先在腳的四下 由一下往上腳上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把它蓋起來 然後我要按那個鈕對不對 對 按 它可以同時記別用 它可以 對 欸老師這個聲音是時間到了嗎 對是我們茶的時間到了 那我們要準備起鍋囉 好 那我們起鍋之前一樣是 將茶葉做一個找出的動作 讓整體的茶葉的風味更加保留 大概要轉幾下 找四下就可以了 也是四下就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濾茶了吧 對 我們會慢慢就是倒下來 讓它的整體的茶葉 是濾出的 為什麼不能從這口道啊 可能會 它應該會卡住 喔它會卡住 喔 它可以給你看一下其實 我們濾出來的茶葉 每片其實它都是整清半夜的 真的真的 就是整整塊的葉 整塊的茶葉 對 一整片很完整 剩餘的茶汁把它擠進去原本的地方 喔 茶汁也要擠進去 對 我們一定都不能浪費 嗯 然後再做一個門 然後我去按警察嗎 警察的動作 對 好 欸我現在時間到 我要把它按掉對不對 對 金萱嘛 然後 我要去綠茶 攪拌 試一下 哇金萱的味道好香 其實是你可能會為了靠在你自己的手上 嗯嗯嗯 好 然後慢慢的往前 慢慢往前倒 你在倒出來的時候 我發覺我們其實每片茶葉都是完整的茶葉 啊對耶 整個茶葉半 有 我們一樣接下來是做一個請茶的動作 哼 我要先把這個 第一個 一個的茶葉半先把它倒掉 然後把它壓 壓 壓下去 做一個螺旋狀 做一個螺旋狀 那中午的時候他們的身體非常好 所以我們趕快趁空檔 請另外一位老師教我怎麼樣的來搖飲料 那我們要先來搖比較 我們現在可以是這種簡單的到難的嗎 對 我們今天先燒的就是一般純茶的雪克 雪克 雪克 雪克是你的術語嗎 就是搖的意思嗎 對 對 搖的意思 喔 雪 太好了 我今天就最期待這一塊 好的 那要介紹一下我們的雪克杯 雪克杯組 那就是杯子跟杯蓋 那我在搖之前一定是先下冰塊 那我們就炒完冰塊 然後它很具備它 需要喝多茶 對 然後再加茶 可是我們假設這個是全 這個是正常冰的冰量嗎 不是 冰塊量的話 就待會我們雪克完 要倒杯 再濾就好了 正常就把它倒到一杯 稍微多一點點出來的冰 對 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剛剛你按下去是全糖嗎 剛剛我們是按半糖 然後再把它擦湯加滿 然後先蓋這個中蓋 然後再蓋上蓋 上蓋 如果你一次蓋的話就會噴出來 一次蓋會噴出來 對 先蓋中 然後搖的時候呢 就是底部朝上 然後杯蓋朝下 那食指扣住 然後抱住這個雪克杯 然後來回12下 來回12下 對 然後最後我們先倒杯 對 然後再掉色的掃冰 這樣差不多就這樣掃冰 就杯太濃了 噢 這樣掃冰 然後回來之後 因為它有一點不足 就是補茶湯 噢 這是補茶湯 對 對 先蓋完再倒 然後再把上面的泡套刮掉 這樣 這樣就可以 然後再進封魔機這樣 沒錯 噢 這樣一杯金軒就完成 沒錯 忘記我腰肌下 好感動喔 各位我人生 第一次泡的手搖飲料 金軒 接下來呢 聽說老師要教我們 是比較更複雜一點點的飲品 格雷冰茶 也是康青龍的招牌之一啊 對 那格雷冰茶要怎麼做呢 那首先我們可以拿一杯杯 先夾它的水果 那水果先把它夾好 四塊水果 四塊檸檬 四塊檸檬 然後兩片柳橙 兩片柳橙 對 蘋果三片 這比較難的部分就是 蘋果它要進去雪克杯 一起雪克 對 然後在倒杯的時候 那個蘋果跟冰塊 要分開來 要分開來 對對對 這比較難 對這比較難一點 然後接下來就 放它的冰塊 它冰塊大概就是在16L 16L 16L 然後最好喝的甜度冰塊 是掃冰跟拌糖 對拌糖的話 就是這個一元 為什麼是這個的拌糖是一元 對 因為我們每一支飲料 它的設定的那個弧度不一樣 嗯嗯 因為關係到它茶湯的那個口感 跟它裡面的酸度 對然後甜度去平衡它 好解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水 加冰水 然後在雪克 我已經開始忘記全部在幹嘛 開始雪克 對 然後雪克完 蘋果進去雪克用意就是 它要經過冰塊 跟蘋果這樣撞擊 它蘋果的香氣 才會在茶湯裡面 先散出來 嗯嗯嗯嗯 好 那我們在倒這個杯子的時候 就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一樣 倒它 那你要倒那個 蘋果嘛 蘋果加上冰塊要 要掃冰 但是有一些蘋果在這裡面 就要慢慢去挑它 掃冰先下 嗯 要讓蘋果出來 然後讓它掉下來 哦 邊倒邊倒 真的難度蠻高的耶 好我們來挑戰隔壘兵場 對 最複雜之一 我們複雜的隔壘兵場完成了 好療癒喔 你看有水果丁 然後蘋果也被我縫磨封在這裡 有沒有蠟筆小心 很有成就感耶 給我30秒 隔壘兵場 很好喔 泡這個人很厲害耶 好各位那剛剛準備完內場的備料 搖飲料之外呢 接下來呢 準備就是要外場幫客人點餐 然後送餐 這叫點餐嗎 對點餐 點餐 然後送飲料給他們 還有結帳 然後其實我剛剛 這是他們的PoS機 PoS機 然後算是好操作 但是比較麻煩的是現在有各種 包括現金啊 行動支付啊 什麼載具 所以我剛也是研究了蠻久 還沒有到很熟練 再幫他們點餐看看 欸妳有情緒需要什麼 平綠風味冰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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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平綠風味冰茶是在哪裡啊 冰茶 對 平綠 平綠 是要那個甜度跟冰塊 半掃 半掃 好 然後還有呢 隔壘冰茶 也是半掃嗎 對 好 那現金還是 現金 好 等一下 下是90元 90元 謝謝 找您10塊 拼號碼去猜 謝謝 有點緊張 不過是完成一個 因為我 其實 搞不清楚哪個系列是哪個系列 對 背長點的其實就是Top10 喔Top10 對 然後其他如果是冰茶也是另外一個 其實有幾十種欸 對 其實我們總共大概60種 要去記他是哪一個分類 對 歡迎光臨康青龍 康青龍好喝喔 好 那當一日店員當到一半呢 來幫他們宣傳一下 大家開場有沒有看到 就是他們康青龍呢 跟蠟筆小新有聯名 所以現在 到他們的全省門市買飲料 只要加價 台幣49元 就會送這個很可愛的環保杯 那你下次拿這個環保杯 來買他們的飲料 也會有一個折扣價 除此之外呢 他們現在還有另外一個 101專門的環保杯 聽說 康青龍的101門市也剛開幕 生意非常好 那我們既然已經學了他們的 最基本的 店員的技能 那我們就過去來當一下他們的招待吧 GO 各位我現在已經來到了101的美食街 然後呢準備要進入到他們的 康青龍的101的店內 要進入101的內場 在這裡可以說是全台北市的 餐廳的兵家並爭之地 非常的軍火重鎮喔 我要準備的 要進入到康青龍在101的門市後台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出去 當接待人員了 有點緊張 好 各位我們已經來到了 這是看出去的感覺 這是看出去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要在這邊 擔任一陣子的招待看看 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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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講喔 因為101店 現在是今天禮拜六 然後我非常多的觀光客 所以來點餐了很多講英文 或是那個 妳好 請問要什麼 我想要一杯果類冰茶 果類冰茶 果類冰茶 好 各位 以上是這一次的康青龍一日手搖店店員的體驗喔 從內場到外場 不得不說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複雜更難很多 一開始我都會覺得說 手搖飲料店好像很簡單 但是其實包括它的飲品 數十種 每一種的其實糖分啊 比例啊 還有一些細節都不太一樣 那剛剛其實老師跟我講說 要完全記熟 甚至需要花到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外場其實也很重要 因為外場除了門面之外 你的那個態度啊 活潑啊 甚至帶動整個店的氣氛 其實也是相當的重要 所以綜合來講 我覺得真的 手搖店店員 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難很多很多 不過也很開心啊 可以體驗到這樣子的經驗 因為 手搖店也可以算是台灣的一個 特色文化之一 那最後呢 再來幫康青龍宣傳一下 就是他們近期會推出他們自己專屬的 行動支付APP 同時也會結合了 蠟筆小新的相關優惠 大家詳細的資訊 都可以去到他們的這個臉書粉專 來看一下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一日體驗 大家如果想看到更多不同的體驗的話 歡迎留言跟我們說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我們就下次見囉 晚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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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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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